Hello 大家好 我是Nekon 這條影片又回到陪我交流系列 我們會陪大家走這個大東山 先說去程郊通 我會在東沖的地位站 乘搭3M或者10號A巴士 來到百宮坳這個站到下車 沿著一條小斜路 去到大東山的入口 如果想行鳳凰山的就在馬路的對面 下車之後指示牌其實都很清晰 如果去大東山的話就繼續向上直行 入口就在左手邊 而過對面馬路就是去鳳凰山的方向 其實今次由百宮坳上山 是走大東山比較輕鬆的起點 因為我們出發的時候已經是340的海拔 需要多走2公里路 再攀升多大概300米 就會去到大東山的山頂 第一位大東山都是全港第三高的高峰 所以就算選了一個容易出發的起點 都不要太輕鬆的難度 整個路程上網看就是需要4小時 但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又要拍一下Montro 又要拍其他東西的話 都是建議大家最少預留6小時 免得天黑的時候都還在山裏 那我們就選了12點出發 開始之前都提醒大家 因為整段路都沒有補給站或者廁所 所以出發之前都記得要去洗手間 和東沖市中心買一些補給品 我們逛了15分鐘 來到一個少少樹蔭可以坐的地方 一開始的路段全部都是 都挺斜的斜路 還有它每一級的石級都很大塊 所以對一些不是平時經常行山的人來說 都挺辛苦的 我覺得 辛苦爬了半個小時山之後 終於看到一個海天一色的靈景 不錯 不錯 不過真的非常曬 而且比上次完全猜到 真的辛苦 我想起碼多兩級以上 雖然走得很辛苦 但是景色都真的很美 看下去不單只看到長沙沙灘 旁邊還是鳳凰山 撞正天氣好 真是心曠神異 這裏有很多芒草拍照 我看見人們走進來這裡拍照 雖然比11月的時候 應該少了很多 不過也有些東西可以看 好 那我們繼續走上斜路 這條路可以說是由頭斧到尾 剛才我說 開始的路段很多斜路 但其實過了芒草那段路之後 上去的斜路是更加斜的 而且那些路都很窄 旁邊就是懸崖 所以走的時候都要很小心 而且有些沙石還會很容易鬆 一不小心就有機會滑腳跌下山 我們走了大概翻越了兩個山頭 之後我們終於走到這個位置 是兩邊都有超美的芒草 雖然現在已經12月中 很多芒草其實都已經借了 但是就這樣看都有一些很美的景觀 看完芒草之後 我們走一走一走 就會有第二個椅子可以休息一下 還有這裡看上去會有一個比較高的觀景台 看上去就是貝奧沙灘 還有我們遠望都可以看到長洲 超美的景 真的 看完美景之後也不要鬆懈 因為等待我們的就是繼續很斜的山路 而且石蓋也是很大的 整段路都沒有什麼休息的空間 大家看不看到跳板石嗎? 就是這裡上面 但是我們還要走這段路 然後這裡就是大東山的山頂 走一走又會來到一條分岔路 如果轉左的話 就有一條小路可以走到這個跳板石 不過這條路也挺危險的 好了 走完剛才那條奪命斜之後 終於來到大東山最有名的跳板石 因為今天是隔夜 當然也是超級多人排隊的 我們去到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有三四十人在排隊 我們排了大概十分鐘就可以拍了 但是大家拍的時候 抓住他 做一些靈空的動作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跟我一起走的有一個朋友 可能不夠力 捉了那塊石 然後滑了 跌了地下 所以都挺危險的 其實如果不小心 都會滑 可能撞傷腦子 就不太好 撞完石之後 我們就可以沿著這條路上山頂 或者我們可以沿著沿路上山頂 我們剛才拍完那個跳板石 左邊沿著山腰 有一條平路這樣走 走過來這邊 就看到一些小屋子 還有也會看到這個大東山的牌 也會有不同的路徑 可以專門走到那些小屋子打卡 那些小屋子 那些小屋子 俗稱爛頭營 是1920年代的時候 一些外籍的傳教士臨時建的營舍 是用來度假或退休之用的 早年還曾經借給教友 環保團體和登山義工去用 但因為業權複雜 所以現在已經停止借用了 但大家行山的時候 都要注意 因為石屋屬於私人物業 所以我們就不要擅自闖入 或者爬上頂 也很危險 好 剛才我們下山 即是有些夕陽的太陽 照到螢幕草裡 整個地方超級漂亮 多好 因為我們背著的太陽走 就不會太曬 多漂亮 是啊 好舒服 整個山頭都是螢幕草 想不到我們12月中 都可以再看 我們剛才在山腰的位置 繞了一圈 看完螢幕草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 可以落斜的一些路 走到這裡就是一個分岔口 如果轉左的話 就會落斜去回東涌 如果駐南的話 就會走去南山 就可以經南山去梅窩 就看看你的目的地 要去哪裡 因為我們現在都晚了 其實現在都四點多 而且都怕天黑了 所以我們都選一個 會快點去回市中心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東涌 剛才聽到一些行山的人士說 整個上來的路段 有成二千多級樓梯 那我們現在馬上出發 那些梯級全部都是這麼斜 還有這麼大級 整整整二千多級都是這樣 真的都挺辛苦 好辛苦啊 我現在覺得 我的菠蘿蓋一定很痛啊 現在 唉 我快要去脫了 行不行啊 好想死 好 咳 終於到了 唉 真的好辛苦 我們剛才 就是由這裡走 走回來 馬路位 这条辛苦的洛杉磊终于走完了 就可以沿着这条东涌道 多走20分钟就会去到巴士站 不介意走久一点的话 还可以去到东涌站 今次大东山之旅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